有老师反映一些小问题 那把它完成了 做个记录 就是我们在使用Webcam的时候 如果你有两个设备 在Squatch里面 它只能抓到预设的那一个 它没办法切换 那现在把这个计目做出来 切换镜头这个计目 这样就会有两个 你可以切换两个设备 那这样也可以用在平板 或者是说你在扫QR Code的时候 是老师在做扫QR Code的时候 如果你用载具去扫QR Code的时候 那因为可能预设是前镜头 那在前镜头的状况下 你就很麻烦 要去扫QR Code就很麻烦 那你开启相机以后 那这样子这个镜头 前镜头是很难扫的 那如果你可以切换成后镜头 这样就可以了用来扫你的 你需要的条码内容 这是一个切换镜头的一个功能 按点一下它可以互相切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